民众兴奋敌在海水中嬉戏 对乌克兰奥德萨居民来说 这是睽違17个月的奢侈享受 奥德萨港口过往是许多居民的细水胜地 但随着乌克兰去年2月底遭到入侵 港口周边被安装水雷 民众的细水活动也被迫喊停 如今乌克兰反攻传出捷报 奥德萨市政府12号宣布 重新开放多处海滩与海滨休闲区 乌克兰政府赶攻的数百公里长的水管 即将在未来两周内完工 受到影响的一百多万灾民 终于可以再次使用干净的水源 乌克兰多地一甩战争阴霾 南边战线12号也传出捷报 乌军收复部分领土 并在关键村庄罗伯地附近取得部分胜利 不幸的是参谋总部指出 二军共发射6枚火箭弹进行30多次空袭 造成许多平民伤亡甚至包括儿童 乌克兰国防军正持续往南推进 向梅利托波尔和博德杨斯克方向发起进攻 不过在乌军反攻关键时刻 却传出真兵人员贪污丑闻 总统泽伦斯基11号宣布 所有地区真兵负责人全数遭到解雇 改由近期退五军人 和前线受伤士兵负责真兵 对于乌军军官传出贪腐丑闻 泽伦斯基可说是非常痛心 恐怕也是担心在战事关键阶段 士气会受到影响 虽说当前乌军反攻战况出现曙光 不过若想趁胜追击 恐怕还是得步步谨慎 欢迎宣布就要综合报道